马桶上水不止,导致跑水漏水 这是很多粉丝朋友私信或者评论最多的问题 今天咱们就出席视频 其实这个不是配件块了 这个都是因为上水阀里边有杂质了 或者是因为这个浮球 上面有杂质导致一个浮不起来 所以说就造成了这种上水不停 有一种情况就像这种 一直上水不会停止的 还有一种是这种 从这块很多发现打开这个盖子 发现是从这块一直喷水 这两种是最常见的泡水漏水 这个浮漂上面它实验久了 上面都有这个水垢 包括它里边也是一样的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水垢 把它清理掉 它主要是什么原因 它上水呢 是因为这浮球下去了 水上到一定位置起不来 很多的都是水垢 摩擦住这个边缘 水垢太多浮不起来 这是一个原因 我们只需要把浮漂 这个浮漂呢清理一下 把里边这个水垢呢 用牙刷 沾着白醋把它清理一下 这个浮漂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 第二个原因 这块泡水漏水的 我们看一下 它这块呢 打开这个装饰盖呢 有一个箱子 我们把这个箱子取掉 这样呢 我们这个浮球呢 就拿起来了 把这个浮球上面呢 清理干净 还有这里有水槽里边也一样 把它清理干净 先把脚发关了 包括这个眼里边都是水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去找一个 一组烙刀 然后呢 沿着这个边缘 我们往右边呢 一拉 它就出来 看一下 它这块呢 是一个斜坡 卡在里边的 把这个皮垫 上线呢 都检查 有水垢的顺带 把它清理一下 一般它这个缺损的很少 再检查一下 这个除气孔 这个孔呢 我们找个针 把它扎一下 把它这个里边的水垢杂质呢 把它清理一下 最重要一步来的 就是这个黑色皮绢 这个皮垫 很少有人注意 其实呢 它起到一个关键作用 它呢 是浮漂浮起来以后 然后呢 黑皮垫 然后呢 按住这个除气孔 这个皮垫呢 它就下去 然后呢 堵住了 这个上水阀 我们可以试一下 看 它那个眼就起到一个这作用 就是一个止水的作用 它是上水的 这个垫就起到一个这作用 它就下去 所以说要把这个水垢清理干净 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叶 我们一定要保证它是通畅的 它是通的 堵住的话 就会造成这个垫下不去 然后清理过后 我们把这个垫重新装回去 这个垫呢 可以弄个针 然后呢把它挑起来 这个垫呢 其实它起到一个关键作用 我们看一下 拆开呢 它这个皮垫就这个样子 这个垫上是不是有一个 黑色的印记 看 就是因为长时间 顶住这个除气孔 然后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只需要呢 找个纱布 把它打磨一下 稍微打磨一下 或者呢 还有一种方式呢 把它掉个个 原本是这面堵这个除气孔的 我们把它翻下个 重新再安回去 把它安回去 看这个是形成 它呢 就是一个浮球 然后呢 两个皮垫 还有一个除气孔 就这么点问题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装回去 这个呢 我们把它从一眼装回去 把这个箱子呢 插回去 像这样呢 马桶泡水漏水 这种问题呢 基本上都解决了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浮球呢 这也就浮起来 虽然说水已经淹住 它这个浮球了 它这也就浮起来了 就不会出现这种 像这种 你看 一直泡水 这种 像这种 实液呢 就堵住这个除气孔了 关于马桶 上水不停 上水不止 往衣水孔里边 跑水漏水 或者呢 就是液到地板上 我们只需要 把这个浮球 然后呢 黑色皮垫 还有这个上水发里边 这个除气孔 所有都检查 把它清洗干净装回去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一分钱不花 不用花贫鉴 自己动手呢 就能轻松维修 本期视频呢 咱们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